声梦全其二延续上季节目热度 战情进入直路 优胜者在10月2号就会诞生 为了令学员再激发刺热的信心 声梦一师兄师姐手道联成今季学员 一起打造一首充满热血的舞曲Head Trick 这日两届学员齐集为新歌录影 由于延明熙不幸确诊 疑闪正峰和占天文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所以三人无奈缺席 一帮声梦一姐妹都有关心Gigi 兼且想集气再开演示和拍剧 很担心她 但也有发电话给她问她有没有事 她也有回答我们 所以她应该没事要多一点休息 休息一下她也很忙碌 如果有一个机会让她停下来 静静地休息休养一下自己 可能休养完之后唱歌会更加好 希望我们可以15个再一次经历演唱会 其实我们都是觉得 其实场地大小都不是问题的 只要我们15个再一起 有一个比我们粉丝聚会的机会 我觉得都是青春本爱仪 但这次可以是大学 或者有些不阻业 做事 做事 对 职场片 对 我觉得我们拍青春本爱仪的杂数 真的太少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杂皮 跟师弟师妹合作 聖蒙一一班师兄都说有压力怕失威 还说将重责交给武功了得的 Hugo黄奕斌身上 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快进入状态 他们继续比赛 有很多练习 但我们可能一段时间没有跳舞 我们就要自己加进练习 希望有一个好榜样 没错 Hugo就是担当你跳舞方面 我们有什么不明白就请教他 比赛 而且他站前一点 我们就看着他跳 他会跳 要在短短四天学会舞步 聖蒙二一班学员都直认难度很高 但难得大火而再聚 所以都是很享受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会有同态的赛制 所以其实很难得 我们真的聚了一班人在这里 因为我们平时 其实可能未淘汰的人 都会继续回去重演 继续回去之类的 所以难得今天 真的有一首新歌 可以是星梦一家星梦二一齐 一起去做这件事 见得回大家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其实说真的就不是说很久没有见 不过我们前排分了做红蓝队之后 就各自分开练习 就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去做一件事 那现在我们就好像那时候 Bohemian一齐 一起拍一样东西 又一起玩 新歌舞步比预期中困难 一班星梦二学员都说有种被骗感觉 原来当初收到消息时 是说跳下一些简单舞步的 因为本身我们收到消息是说 应该是一些简单的舞步走位 然后怎么知道去到 是跟不上的感觉 所以这四天时间 我们都学得很辛苦 是 这一条都是难的 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大度吧 好些 但是我觉得我们全面都 是被骗了的感觉 Pamina和Janice在刚刚播出一集 《星梦2》中合唱依然表现亮眼 她们都说不停回看自己演出 至于下集就到组合Six出战 她们预告有惊喜给大家添 都有些位置是会继续挑剔自己的 那这个是我的性格问题 我整天都是 为什么这个位置做到这样 但是今次都学会欣赏表演多些 我都会的 我听的时候我都会 我会用头一次 我就是用一个欣赏的态度 就是去听歌的态度 第二次我就会找一些 我要超剔的位置 找我那些 麻烦 因为我知道我下一集就帮你们出场了 有些什么可以透露 我们会有一些 之前没跳过的动作 会在今次的表演中表演出来的 是 还有我们的合作对象是 Eric Sir 我期待你们会不会 让他们可以一起跳舞 让他们可以跳舞 让他们可以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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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